婚姻和恋爱有着本质的区别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只要两个人相互喜欢就可以了 但是婚姻不是 婚姻是两个家庭 两个家族的结合 它需要面对柴米约的琐碎 寄托着更多的羁绊和责任 如果婚姻出现了危机 走向了离婚 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波种 财产 孩子 家庭 事业 名誉 父母等等 都会相应发生改变 很多人比如说很多的90后 95后 00后等等 一遇到感情的挫折问题 就草率的决定离婚 仿佛他觉得摆脱对面这个人 所有的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其实不然 婚姻就像一面镜子 婚姻好坏取决你自己的命局 你的命局有问题 你的个性有问题 那么你就会吸引同类的问题发生 所以说呢 如果你没有精英婚姻的能力 即使你离婚了 你再找一个 往往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你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好比来说 你不会游泳 你换在座的泳池 你去河里面 你去大海里面 你还是不会游泳 我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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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